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一起以歌詠來唱 讚美我神主 並歌頌祂的名 讚美我神主 祂符合我神明 讚美我神主 並歌頌祂的名 讚美我神主 祂符合我神明 讚美我們的上主 讚美我們的天主 祂符合我的生命 生命活著一定就有肉身 也有心靈 所以天主復活我們的生命 也復活我們用我們的肉身 對天主的朝拜 也復活也復甦 我們願意用我們整個人 對天主朝拜的那顆心 所以我們要整個人活起來 我們來看 第七種的祈禱 它是高舉雙手的祈禱 那 這個圖沒有很清楚 我應該要做一次給你們看 這樣子 雙手 兩手的平行 然後往上直直的伸 甚至這個專輯講的 這個好像是火箭一樣的這個箭 就是 你知道那個箭 或者是弓上的箭 火箭的箭 這個尖尖的行 往上直直的引 然後定在那邊這樣祈禱 我們在實際帶大家做 九種祈禱的時候 有些時候這個很酸的 或者是說 你維持這樣子 胸感覺有點悶 壓迫 因為你整個人這樣子 而且他還會看著這個 你可以說 兩手中間交會點 也就是對上的那個仰望 然後他開始他的祈禱 這個傳記怎麼 他怎麼寫這個第七 稍微聽一下 他像一隻緊繃 弓上射出的箭 直入雲 消以達天國 站立雙手高過舉頭 合在一起 或者稍作分開 好像彷彿想從天上 接受某樣東西 他是在接受更多的恩寵 在心以神詞當中 為自己所立的修會 懇求上主恩賜聖神 然後呢 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整個 好像出神 進入至聖高天 他如此祈禱之後 彷彿成了一位先知 在講道 糾正過錯 即指導他人時 的一個先知 上主所有的一切仆人 請讚美上主 夜間 請你們向聖所 舉你們的手 讚美上主 這都是聖用 願我向你行的祈禱 向心香上升 願我的手高舉 如同晚間的高騰 晚季 夜晚的季 季室 季的高騰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我們這個分享 講做非常多 感覺的 詞彙 非常多 身體有畫面的 感覺上面的詞彙 這是刻意的 因為我們就是 常常忘記了 我們也用我們 整個感覺 身體 心靈在祈禱 所以你看聖勇 很多時候描述 這些東西的時候 詩情畫意 可以拍電影的 比方說什麼 上主是我的 木者 我實在 一無所缺 然後中間出現什麼 短棒 木棍 木障 這個東西都是 畫面的東西 Fission 你看得到的 然後呢 在草場上 幽谷中 然後呢 我不害怕凶險 因為你與我同在 聖勇的作者 也用這些 人的經驗的畫面 他去體悟 天主跟我們在一起的 那一份 那一份 安詳 那一份 呵護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祈禱的時候 你也可以多運用 你的想像力的 多運用你的 感受 比方我們知道 有些聖勇 他也寫這個 請你們體驗並觀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體驗觀看 這個又是一種 需要你的身體 去經歷的 甚至是咀嚼的意思 用你的味覺 你說 祈禱有味覺嗎 自己去領會吧 我們的禮儀當中 當那個香一開始 添在香爐的時候 味道灌滿你的鼻子 那是什麼樣子的境界 所以你們放慢速度去想一下 有時候我們去個宮廟 裡面都是瀰漫著那個味道 如果天上天庭 也是這麼樣的芬芳香氣的話 那我們在聖殿中的禮儀 天這個香不也是這樣的用意嗎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子 我們的鼻子 聞到 我們的神父的主氣 穿上的技衣 有顏色的區別 蠟燭 有燭光 聖堂的布置 有樣子 每一個都在表示 天地萬物物質衣服歌聲香氣感覺知覺 全部都在讚美天主 天主叫我們禮儀精髓當中 背後的靈魂就是在這個 是因為我們整個人 整個世間都要讚美天主 所以什麼東西都參與讚美天主 連石頭都要讚美天主 一樣的 所以 他高舉雙手 道明高舉雙手 好像是我這個紅字寫 為人聲而轉向 定位 然後你瞄準 這個劍的動作就知道我們 劍是要射中靶的嗎 它是有方向性的 你可以想說聖道明用這個動作呢 讓自己的意念集中在一個點上面 你知道 雷射你閃著打跟你集中一個點打 是有差別的 如果那個又做化療的 就知道那個 有些時候小的總是要集中一個點打 你集中的時候你的力道是強的 雙手整個定睛天主 這麼樣一個不是很舒服的姿勢 我們真的做的時候 這邊都是臉紅氣喘的 這樣 但是他在表達的是什麼呢 我要讓我的人生轉向天主 瞄準天主 天主是我們生命中的目標 我們常常是忘記這件事 修道修很久 不知道自己要修什麼 還是為了什麼而修 我們自己做基督徒也是一樣 就覺得好像 可能只是一個名聲吧 一個文化吧 一個認同吧 但是我們忘記了 我們在世間賺的錢 在世間的努力奮鬥 不是只是這樣而已 而是帶我們 最終是要往生命的圓滿去 是天主 但是這個方向 你忘記了 人沒有方向 就會慌 就不知道再往哪裡走 你可以知道我們去那個 我剛來台北的時候 台北火車站 四面八方都是路對不對 都可以走 我姐姐就跟我說 你只要看路標就好了 你就抬頭看那個標語 你就不會迷路了 反正你就是看標語 我說那個要怎麼去 他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會改 會變 那要怎麼知道哪裡在哪裡 也不能講 因為我也很久沒去了 你就是看路標 你就不會迷路 好 所以我真的試了 有效 我這樣看就會知道 廁所在這 都寫得清清楚楚 沒有人會一直住在台北火車站的 那裡只是一個轉運 大家都要去各自的人生方向 所以你看到人海在那邊的時候 都在往自己的方向目標走 我們的人生也像這樣的一個台北火車站 在這個裡面 你究竟要去哪裡 有些人很清楚說 我是要去新竹開會 然後我又要回來了 有些人說我要去機場 你就想 如果火車站一點都沒有標語 一點都沒有指示 不是很慌嗎 我們只有在那邊愣著 不知道哪裡是哪裡 好像毫無定向感的人 你突然被放到一個孤島 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我們生命沒有目標 不知道要去哪裡的時候 是非常悲慘的 因為你找不到為什麼而奮鬥 有時候我們說結婚的時候 為我的家庭 為我的孩子奮鬥 如果你是事業再生 為你的夢想奮鬥 我們總要有目標 不然你不知道 要怎麼樣 那麼辛苦做什麼 讀那麼多書做什麼 有目標 你就會發現 沒有痛怎麼成長呢 你就會有這樣的轉念 所以也是一樣 人生有沒有最終極的目標 難道我只是一直賺錢 賺到後來 然後我沒有錢了 因為我拿不到 因為我要走了 有一個作家他講說 人生就好像是 我到五十歲的時候 我一直在得到 我在得到得到得到 得到到後來的時候 我開始在失去 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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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什麼也帶不走 就這樣 好像是我一直得到了 怎麼慢慢也就是 那個得到的就不見了 熟悉的朋友也一個一個先離開 你熟的人越來越少 不認識的人越來越多 環境的變化 讓你覺得不熟悉 但是一直來 一直來 一直來 那究竟我們賺的錢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目標 是在為了什麼呢 如果只是這樣的一個 終點句號 就停在這裡的話 那活著做什麼呢 可能我們會去想說 我暫時的目標是 我為了我的家庭 我為了什麼 但是那些 也都在變動當中 我的另一半 他也沒有 會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生命中的事物 可能我這個 投資做得很好 這個生意下得很好 你可能下一刻就沒有了 因為你突然有一個疫情 你的行業受影響 我們很安全的覺得 每天都是如此 結果變動來了 就發現 好像沒有一定是如此 我們是基督徒的意思 就是我們知道 穿破 穿過這些 雲霧的背後 我們有最終極的目標 那就是我們的生命在朝向圓滿 朝向天主 天主是我們最終最終的目標 他給了我們生命 讓我們在這個世間 也體驗到這個生命的意義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意義完全的就好像 這個講台會有很多的螺絲釘 我先假裝他有不一樣的螺絲 去鎖他 拴他等等的 對不對 因為螺絲釘有很多的這個size 小的大的 等等的這個size 也是一樣 我是一個短的螺絲釘 我一天一直想說 我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我不能做那個大的螺絲釘做的事呢 為什麼我不能做那個 捲尺做的事呢 我們常常會這樣 生命中的比較 你對自己的感覺的不滿足 或很多的覺得遺憾的事 我們都好像不知道 我為什麼不能這樣 那我究竟是為什麼而在這裡 有一句很簡單的話就是 你就去問設計師 因為組成一個這樣子精巧漂亮的講座 需要各種螺絲 你要問這個設計師才會知道 為什麼你是短的螺絲 因為你很重要 你在一個地方會盯上去 沒有你的話這個會垮 那另外一個長的螺絲 它也有長的螺絲的意義跟它的目的 那我們自己曉得嗎 很難 當你跟一群螺絲 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你究竟要做什麼呢 你只有覺得它長我短 它是金屬我是塑膠 我們只有一直看到這個差別 而不能越過這個來看到更高的層次 你去看到你究竟是為什麼 所以要看到更高的目標 需要突破往上看 往上看 設計師說 簡單啊 你這個螺絲短的多麼重要 你看它鎖在這 你發現了說原來是這樣 而你就在你自己的崗位上 活出你自己的那個天分 快樂的在其中 而不是在差別中去比較 在這個裡面的發現 我們如果不去看設計師 我們很難的 我們只會一直覺得 我的薪水跟別人的薪水 為什麼就是有差 很難的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當道明用這個動作 舉起雙手的時候 去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要讓 讓我們人生的定位轉向天主 意義是在這裡 當我們的人生轉向天主 而不是只看向我們周圍的比較 或人生的苦海 而是看向天主的時候 定位而瞄準的時候 你有目標 你就能奮鬥 你就能努力 所以如果我們聽到朋友有些 如果你現在也對你的生命 感覺渺茫不知道的話 有可能 請你試著做這個祈禱 讓天主的生命 天主的目標 來光照你前面的道路 第八種呢 閱讀祈禱 我們知道道明會很常讀書的 他的宣講 你要言之有物 你當然就要研讀 你要了解當代的人在想什麼 你要了解這些不斷的讀書 想尋找生命意義的人 他們想到哪裡去了 甚至我們知道我們有一本聖經 我們要不斷的深入聖言中 讓我們的信仰能夠實踐 深化才能應對複雜的問題 小朋友的程度 當然他不用面對人生的一些大局勢的問題 但是他大了他勢必要學生的 他才能去面對 我們信仰也是一樣 一直要深入 我們才能面對 生命各種複雜的情況 所以研讀 為道明會來講 就像 你就是像皮膚在你的肉身上一樣的 就是這麼近 好 那我看了紅字我寫什麼 好像在讀卻在 這個字到底是腳還是絕 腳嗎 絕 色相畏懼 祈禱的美味 來自天堂的芬芳 為一個道明會事來說 你在研讀 為道明來說 你在讀書的時候 不是像今天做學術研究這樣 只是在找那個文獻 然後你要做這個格式 不是 而是 我是用祈禱的心 在做研讀 好像我邊祈禱邊讀 從祈禱開始 然後讀 讀完之後又祈禱 讀完的東西 就又滋潤我的祈禱 然後呢 我的祈禱又讓我想繼續讀 他一直在這個循環當中 所以 這個為學生 為現在如果有聽眾朋友是做研究的 你會得到光照 因為你會發現你的讀書 像聖道明來說 他的讀書 不是只是知識的得到 卻是生命中的得到 跟天主的關係越來越近 有些人 我曾經小時候聽到有一個學長跟我說 你們讀書前有沒有先祈禱 我就有點嚇到 因為我沒有想過讀書前要祈禱 但是他這樣告訴我 我就開始學了 讀書前先化聖號 後來我發現很有意思 因為耶穌陪我讀 慢慢到了道明會 我發現 這就是更直接了 我們的祈禱 我們在讀的時候 好像每個文字 都在讓你咀嚼天主的奧秘 然後呢 在裡面有各種味道 各種美好的東西出來 所以你在裡面 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的 體悟天堂的芬芳 這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想到讀書 是想到很苦的研讀 或者是 為了趕快趕那個教授要追你 還是什麼 還是你自己有這種目標 但是在道明會當中 在道明自己的這個研讀 卻是這樣子 研讀的時候 對不對 好像他在讀這個聖經 或讀天主的話的時候 更深的 好像人直接 跟著苦難的基督在一起 我們知道傳統教會 我們都有這個 聖言誦讀的祈禱 或者你說靈言誦讀 還是你說 慢慢的讀 一字一句的讀聖經 然後閱讀又咀嚼 又反省又祈禱 交叉當中 深入深入再深入 這個古老的修道院 就有了一個祈禱方式 聖言道明也是有這樣子的 那時候的修會 其實很多都是 繼承了這樣的一個傳統 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不是只是讀 而是讀的時候 好像在挖 在覺 在體會 你祈禱 讀一讀就閉上眼睛了 因為你的人已經出神了 然後出神的時候 你又回來讀這個字句 不斷的在裡面品嘗 你有這樣子的讀經嗎 聖道明在這樣的方式中 好像親身的跟十字架 跟基督在一起 所以道明很有名的這個畫像 也看到到他靜靜的在默想 在讀 好 這是現代版的 對 第九種 我們的中文翻譯叫末關祈禱 但是在有的英文書 他直接寫是 Always pray 總是祈禱 到底什麼是末關 你好像可以翻很多書 教你靈修學 教你什麼什麼 然後有時候我們說 我們參加了 神操參加了 伊娜覺的一些省察 慢慢的也聽到末關 聽到一些圖像 聽到一些你的想像 之後你帶入福音中的這樣的 跟福音中的角色互動 種種種種的 那末關究竟是什麼 確實在基督徒歷史中 非常多人講末關 也非常多不一樣的角度在講末關 你實在很難完全掌握 當然你會說 你學了伊娜覺的末關 你學了誰的末關 你學了聖一會加爾莫羅的末關 看十字路上大得蘭等等 都是 那在道明的會當中 我們那樣的末關 有些人聽到末關 會覺得這個詞太玄了 玄到我就是不要理解比較好 這個我也了解 但是末關真的那麼難嗎 不是 有些時候末關會跟靜靜的坐在那邊 當成一樣在談 所以有人說 你會末關嗎 對我會末關 因為我現在坐著十分鐘沒有動 沒有講話 我安靜這樣就末關 其實這個只是你末關 祈禱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代表整個末關 那你就問 那什麼代表你的末關呢 我們就問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末關 如果你問一個道明會是說 你什麼時候開始末關的 這個很難回答的 為什麼 因為根本不能問你何時在末關 你時時刻刻的生活 理念當中 帶著祈禱的心情 祈禱的開放的心 你就是在末關了 所以一個道明會是一個 我們這些老修會傳統當中 這個末關 你很難說什麼 你什麼時候開始末關 四十六分 十七秒開始 然後五十分停止 沒有這樣子 你可以說你煮菜的時候 你煮菜的時候 你抱小孩的時候 你搭公車的時候 你跟你的弟兄姐妹 講話的時候 你都在末關的場域裡面 在進行 你用你的情感 你用你打開的心說 天主啊 我知道你在我生活中 我願意讓我的生活 時時刻刻的經歷你 請你透過我的生活 顯示你自己 透過我的工作 我的日常生活 來讓我觸碰到你 我願意 時時刻刻 興奮的 期待著你 會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刻 向我顯現 你會在我搭公車的時候顯現 你會在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在一起 你會在我彌撒的時候顯現 你會在我開心的時候顯現 你會在我悲哀 覺得一個人的時候顯現 總是顯現 我歡迎你 成為我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跟你連結 當你有這樣的體悟的時候 你用這樣的體悟來貫徹你的生活的時候 你已經是末關中的人了 所以你很難說 什麼動作叫末關 因為你整個生活 都是你末關的長域 我這麽紅字 這麽小妹一起念 是動靜中經歷 是五關經歷 是感情經歷 是關係經歷 是願意經歷 是總是經歷 注意喔 我們只能用這樣的話來講 你在安靜中 你在行動中 你的五關 有時候你跟一個人吵架 你就有末關的成果了 你就突然覺得 好像我開始注意到 我有哪些部分需要悔改 然後天主怎麽樣跟我互動 我在關係中去經歷 而且注意我用的詞是經歷喔 也就是說這不是理論 這個是你要自己用你的生命去活 你才能夠歷程 親身的經驗到 就像我們現在坐在底下 大家你們也在末關 只要你們的心願意 願意經歷天主在你生活中的這個工程 你願意總是經歷 你貫徹這個精神 你活出這個精神 你就一直在末關 所以我選這個照片 看著蠟燭 這不是也在末關嗎 你的生活中去體會燭光 去體會光的意義 下一個 我們在末關中 末關是奇蹟嗎 像那個大樂人 他在末關中 他怎麼真正標準 對 他聖 末關是奇蹟嗎 還有像那個 他末關像 他看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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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燭過來 來帶來 來跟他講話 那這是奇蹟嗎 這個是 好像根本是一個萬一 對 這真的是 是不是有奇蹟 OK 好了 聖道明自己的祈禱末關中 他也是有說 是有 這個浮起來的 在他的這個傳記 好 如果末關是你整個生活當中 都在去經驗它 總是經歷 那你的生活中的祈禱 如果你去 想像著福音中的對話 或你在體驗 用你的味覺去體驗 那你都可以在 算在是末關當中 那你說你在做這個行動 生活的態度 的時候 你的人會不會經驗到那些奇特的現象呢 可有可無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我們不用過度追求要有 特別的經驗 有些人就那一剎那 多瑪斯 那一剎那的經驗就這樣 有的人從來都沒有 我們不能用這個特別的經驗或奇蹟 來衡量你的靈修品質的好與壞 因為天主可以完全 我們記得這個格林多書裡面 講到的神恩的時候 神恩雖有區別 但卻是同一聖神所賜 隨他的喜好給予 所以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的人治病的 有的人是奇蹟的 有的人是教導的 都可以 但是我們總的來說 如果你的生活貫徹著這個 總是經歷著天主 那你都在末觀裡面 確實道明慧沒有像 因為很發展 他很早 他沒有像後來 依娜覺得年代 因為那個差了幾百年 沒有後來的這些方法 確實今天有人講 末觀會用不一樣的角度來說 我剛剛有提很多角度 我也說大家可能抓不清楚 可是我們可以回到 古老的修會裡面的這種目觀 他沒有這麼複雜的 他就是在你生活中去這樣子 所以你一直這樣一直這樣體會 你就寫出了這些書 什麼黑夜啊 寫出了什麼等等的 都是在這樣 你不會看到這些大聖人 他在追求一個奇蹟 或他在什麼 他就是在他生活中這樣 一直一直尋覓著天主 而有這些收穫 所以我們應該用更開放的心 來看這個末觀 好 那是下一個 對 所以我們道明慧很多念珠對不對 很喜歡用玫瑰金祈禱 這也是一種很美的一個末觀祈禱 因為你在念珠當中 你經歷了耶穌當中 耶穌生命的每個時刻 然後呢 你不斷不斷的跟聖母在一起 聖母帶著你進入耶穌的生命裡面 你的生命也被耶穌的生命照亮 你們好像兩面鏡子 我照你你照我一樣 一直呼應著 然後你的人呢 就越來越深入 進入天主的生活 耶穌的所有生命的過程 受洗啊 建立生理生事 都會光照你的生活 所以一個玫瑰金祈禱的人呢 也是在你的玫瑰金當中 這個玫瑰金不是只站在那喔 他會照過來你的生活的 耶穌的聖母的領抱的 那種種會光照你 讓你知道你怎麼活 耶穌建立聖女聖事 會光照你 怎麼樣參與你的生活 或你的生活 當然我們今天沒有講玫瑰金 之前應該也有玫瑰金的這個課 好 所以我們九種都結束了 哪一個對你的印象最深刻呢 為什麼 他觸動了你什麼 我們給大家自己想一想 也許你回去可以一直想這個問題 有哪些地方 真的讓你有不一樣的體會 你最喜歡哪一個呢 為什麼 哪一個是你過去不曾想過的呢 你沒有想過可以用十字架祈禱嗎 下一個 你會如何運用這些方式 來加深你的祈禱生活呢 坦白說今天你也不會看到一個道明 會是在自己的房間 一直做這九種也不會的 對 也許他就只偏一種 那或者是可能都沒有特別 當然平常就在研讀 平常是選講你都會有 那弟兄姐妹也是一樣 你的生活中一定也都不一樣 今天我們聽了道明自己的這個九種 你可以說九種它怎麼活 然後我們來帶著這份收穫來去想 二十一世紀的我們 是不是能從中得到什麼光照 然後我們也讓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祈禱 所以道明你說九種 那你有幾種呢 你可能有十一種 你有八種 可能你的幾種就是 上課帶小孩 然後照顧長輩 然後跟朋友聊天 生活中努力過著 可能這些都成了你祈禱當中的一個樣子 因為不要忘了我剛剛前面講 道明沒有要寫書寫這個 他只是把他對天主的熱誠的生活活出來 而被人記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也在你的生活中 這樣子的願意活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你的祈禱了 那就是你的用身體整個生命來祈禱 所以我們本來有一點點反響 這個是 我想我們今天差不多就到這個地方 也祈求我們今年的這個 四四八百年 用聖道明在天上來降伏來光照我們每一位 我們在自己的靈修生活中 可以更前進一步 愛主愛人 活出生命中的意義 願光榮歸於父 及子及聖神 其初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永遠 阿們 應父及子及聖神 也吉祖神 守秘神 隨便 不適合 而 別適合 第二 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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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神